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团战时刻方面则有三剑胜 也就是狗帕路翁 戴亚奇翁 以及比利吉翁的五星传说团战将会更加平凡出现 本周的聚焦时刻烙在11月29日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之间 主题宝可梦有波加曼 那特色的加倍内容有两倍的捕捉糖果 团战时刻方面依然为克雷瑟利亚 然后是烙在11月30日星期三的傍晚6点至7点之间举行 那活动期间呢 克雷瑟利亚的五星传说团战将会更加频繁的出现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 本周里面 训练师们也会踏入全新的12月份 那目前得知12月1日的早上10点开始将会有新的季节出现 至于具体的内容还有资讯方面目前是还没有公布的 我们热后就是收获到新的资讯就再次拍摄影片跟他分享吧 到底接下来的训练师们会迎来什么季节呢 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迎来全新的12月份 训练师们在购游戏中的7日突破奖励也会有所变更 但就跟刚刚所提及到的季节一样 在接下来目前12月的活动一览的资讯是还没有收获到的 前提下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分享到 这方面的话也是热后 抑或是估计这两天官方应该就会发布相关的资讯了 我们收获到新的资讯再次拍摄影片跟他分享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本周将会在购游戏中发生的一些活动的更新以及变动事项 希望该方面的资讯给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时间差不多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的言论呢 请多参考 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谢谢咯 拜拜